平維老師好 我叫杜純 老師好 我叫離嘉聖 我們今天演唱的曲目是 《撕戀是一種病》 我們的編號是 14039號 當你在 塵山越岐的另一邊 我在孤獨的路上 沒有盡頭 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 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 恍然大物早已远去 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 错的是自己 他们说这就是男生试着体会 试着忍住眼泪 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 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 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 即使这段时间里 尤其在夜里 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 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 舅舅不能痊愈 穿上月龄的另一边 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只想感觉你在耳耗的呼吸 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好 可以停了 不用弹琴 你们俩有没有什么表演的曲目 不需要弹琴 我们还准备了一首歌 《椰子》 不要唱《椰子》 你们两个人的声音都不太适合这首歌 还有准备曲目吗 我们分开唱可以吗 可以 不要再弹琴了 你是琴弹的太糟糕了 两把琴是齐奏 然后没有一个人是对的 和弦 站到台前面来 执意要唱那首歌是吗 那分开唱吧 我先来 我唱《鱼》 我是一只鱼 望着鱼港外的你 敲了敲锅里 你对我微笑离去 有啊有啊我就快牢记你 甚至你和我的距离 水灌尽眼底 无声无息 却模糊了你 隔开你 渴望躺在你 温暖掌心 感受你 拥抱你 亲吻你 请问你 嘿 嘿 嘿 哦哦哦 那的的 好 好 对 的 你 那是 我唱那句 �聪冥 好 嗯 心一跳 爱就开始消毒 每一份 每一秒活在上 手成灰就多好 你们俩既然第一 除了那一首以外 有其他合唱的吗 叶子就是你们的合唱是吧 说实在我们可能三个都不想听 因为好像四面是一种冰跟叶子 都是你们还选出赛的歌曲 是不是 然后海选一开始的 就是弹了一首思念是一种病 就这一次发挥一笔 海选出赛是要好一点点 不只能这么说 好一点点的感觉 对 但是就单独唱歌的部分的话 好像还是有点难 而且我还是要建议 不要随便选姚贝娜的歌 而且是一首难度这么高的歌 对不对 我是觉得 哎呀怎么说 就进步的空间而言 可以表扬鼓励一下下 但就整体水准而言的话 是有一点点艰难的 听其他的老师的意见吧 好 主要是 你们两位同学在一起合作是有多长的时间 大概半两个礼拜 好吧就这样就弄起来了 然后就特喜欢唱歌嘛 就研究音乐 就是两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就一听 缺少了完全的没有的一种默契 而且有点紧张发挥的不好 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应该分开来唱 比较好 所以我就觉得 我觉得你的唱感 会比你的这位同学要好 当然我并没有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你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 我的意见 如果有带定的可能性的话 我想给左边的这位选手 可以单独的 但他们是一组合报名单 是这样 应该没有关系吧 这是在复赛的阶段吧 对是可以的 因为如果按他们俩 现在所有的配合 就是现在的配合的状态 再给你们十天 你们出来的效果 不会有太大 你当时还想出赛的是说 他们两个如果要组组合 确实就要好好的练跟配合 但是现在看起来 似乎进步的空间不那么大 因为我为什么要谈到你 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solo歌手呢 因为你唱高音的时候 你基本上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嗓音 所以你刚才也一直是在帮他唱一个 三度的和声而已 是不是 所以作为主唱来说 你会比较困难 我的意见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是给他们一个带定 但是是给这边 14039的这个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杜文 杜文 选是那边 好吧 那就给杜文一个带定的机会 是这样 那再加油了 你的琴没有练到那么好 不能把它作为一个表演的形式上台 好吗 好 加油 如果两个人喜欢 我的建议到说可以多练 也许在未来准备好了再上来 两个星期就真的跟闹着玩似的就来了 好吗 好 加油 好 谢谢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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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